嗨,大家好,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一早睜開眼就覺得十分的雀躍期待 又有一點點的擔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這集的影片要來做一支回應40萬訂閱的QA 然後一邊一整天吃芋頭美食的企劃 所以不論你是超級喜歡吃芋頭 像我一樣是個大芋控的人 還是說你是個看到芋頭你就會很害怕的人 非常歡迎你看這支影片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跟著Mae開啟我美好的一天 首先來跟大家分享如何製作美味的芋泥呢? 先把削皮的芋頭塊倒進大鍋中 加入醃過芋頭塊的水 接著加入白糖以及黑糖 媽媽說上面這個紅糖不要攪拌 可以蒸熟的攪拌之後會比較好吃 在外鍋倒一碗水 電鍋蒸約40分鐘 打開鍋蓋 攪拌一下 蜜芋頭完成 接著加入一杯牛奶 不用加太多 攪拌壓勻成泥 美味的芋泥也好囉 芋泥起司香鬆蛋餅怎麼做呢? 兩顆蛋加小匙鹽打勻 冰底鍋加熱倒少許油 接著倒入蛋液 均勻的加熱 在中間放鹵芋泥 在中間放鹵芋泥 一片起司 撒上一些香鬆 兩邊折起成蛋捲狀 就可以準備起鍋享用囉 接下來玉米滷補 接下來玉米滷肉可頌 我先把可頌加熱 將加熱好的可頌 剖開之後 然後 抹入一層creme cheese 塞入一大匙玉米 爆裂玉米可頌完成 來開箱爆裂的芋泥蛋捲吧 哇嗚 最後淋上一些蜂蜜 完成 苗玉的玉控高熱量早餐SATO 快夾不起來了 天啊 先來喝一口米亮的芋頭咖啡 芋頭跟咖啡真的不太搭 來一個芋泥蛋餅吧 這個芋泥蛋餅 芋泥起司 我家的是毛豆香鬆 超好吃 因為我剛剛蒸的那個芋頭 我是有讓它保留一點塊狀 所以它那個芋泥裡面 又保留芋頭塊 配上這個香鬆 完全是一個甜鹹的滋味的搭配 我最後又淋上一點蜂蜜 哇 太好吃了 嗯 咬進去滿滿的都是芋泥 但是那個起司 我已經吃不出來在哪裡了 咬進去就是化開的感覺 芋泥的咳嗽 抹了一層cream cheese 帶有鹹味的cream cheese 然後再配上芋泥 嗯 第一個問題 芋除了運動之外都在做些什麼呢 嗯 我自己覺得我私下生活 跟大家沒有差太多 那可能因為我在網路上呈現的形象 大部分都是以運動為主 但我私下運動只是佔我的一小部分 白天的時候呢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會幫我們家狗按摩 所以我是一個超級大狗爐 所以我會把很多時間分配給跟我們家狗狗玩啊 或者是帶他去散步等等 然後其他的話 其實工作算是滿彈性的 就會看我那段時間接的case有多多 那有時候我會籌備一些大企劃 就會耗掉我還滿大的精力或者是能量 去寫一些企劃啊 或者是有時候我也會自己剪影片 然後跟廠商溝通寫天等等的 其實都比大家想像的還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 對 所以我私下的生活就是這裡 那有空的話我就會製作一些新的料理啊 或者是閱讀一些健身啊 營養或者是理財的書 來增進一下自己 第二個問題 是ABC嗎 為什麼有不少人有這樣子的疑問耶 我看起來像ABC嗎 可能是因為有一些貼文我用英文嗎 就是我的師父會用英文的師父 不知道 但是我是一個道道弟弟的台灣人 就是從小就是在台灣念書 那小學國中的時候是年私立學校 然後高中的時候外考到中山女高 那到中山女高之後我變得很叛逆 因為我加入了熱銀社 我瘋狂的愛上打鼓 那後來考學生的時候 成績就很慘不忍睹 但是我就痛定 勤奮的念書 然後經過三個月的從辭 就順利的考向台大 所以我從小到大其實都是在台灣念書長大的 因為我姊姊哥哥他們大學的時候都是在美國加州 所以我有時候暑假的時候會去找他們玩啊 甚至去上一些暑期班 甚至不覺得就有受到影響吧 所以有時候我呈現出來的氣質 有時候會比較歐美一點點 現在就來把我的早餐吃完 吃完早餐之後來做點居家臀部鍛鍊 首先我做的是阻力的雅鈴深蹲 接著不休息直接做阻力的羅馬尼亞硬舉 接著保加利亞的分腿蹲 我又愛又恨的動作 又是不休息的超級組 直接來到保加利亞的膽腳硬舉 最後阻力的坐姿開腿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前傾的阻力坐姿開腿 燃燒吧 休息時間來回應大家的問題 為何做臀腰的動作 後背肌肉會痠痛 是我用錯力嗎 這個問題很常是發生在硬舉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然後告訴大家正確的動作應該要怎麼做 那當我們在做硬舉的時候 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背部應該要保持平坦不拱背 然後我們的重量 就是我們的大腿垂直的下降同時 屁股往後推 核心收緊 那其實硬舉這個動作呢 多少都會斷面到下背 因為會需要這邊下背的肌群來做支持 那如果你會太過的腰痠的話 可能是因為你有這樣子拱背的動作 再來可能是因為你的壓力 離你的身體太遠的時候 這邊的負荷就會比較大 所以正確的動作應該是 核心收緊 屁股往後推 啟動我們的臀肌 然後後推的時候 你的大腿後側跟臀肌 都會覺得緊緊的 那這就是對的感覺 等到緊緊的時候 起來 那熟悉之後呢 你再慢慢加上小的壓力 下一個問題 上肢和下肢要同一天一起練嗎 還是要分開的效果比較好呢 我覺得呢 要看你的訓練頻率和訓練目標吧 就如果你是一週 只能練兩次 特別是初學者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你focus在下半身 意思就是說 你每次訓練的時候 你都以下半身為主 然後帶一點上半身 跟核心的訓練 所以說就是 一週兩到三練的人 會比較建議 以全身訓練的方式 這樣也是比較適合初學者的 那如果你已經進階到 你一週可以鍛鍊 四到六練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細分 那通常健美式的細分 就會分成三大肌群 胸、背、腿 然後肩膀、二三頭跟腹部 那你可以就是 照這些大小肌群來輪流訓練 我個人的話 我習慣每次都是選一到兩個肌群 譬如說 腿加胸肩、背加二三頭 那如果說我那個階段 譬如說現在好了 我是想要好好的去增加臀部 所以我一週可能會做三到四次的臀部鍛鍊 沒有絕對要怎麼樣練比較好 主要還是要看你個人的狀況 跟你階段性的目標為何 那再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問的蠻好的 因為我在健身初期的時候 也常常搞不懂 重訓時要如何呼吸吐氣呢 其實初歷時到底要呼吸吐氣 並沒有一定的違反 但通常而言 你離心 動作在下降的時候 你應該要吸氣 然後向心收縮 離起來的時候 應該要做嘴巴吐氣的動作 那為什麼呢 譬如說像你在做深蹲或者是胸腿好了 你吸氣的時候 你讓空氣進入到腹部 其實可以幫助你的核心肌群來穩定 然後你通過困難點的時候 再吐氣把氣吐出來 所以不論我是在做深蹲、硬舉、胸腿、肩腿等等的動作 我都是下降的時候鼻子吸 然後起來的時候嘴巴吐 那如果一些比較偏向cardia的動作 或者是比較機械式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刻意分呼吸吐氣 就是看你個人習慣就好 哇 沉澱澱的 這是網路上很有名的 雲兒工房 75發蒸芋泥滿滿 開箱 哇 好扎實的聲音啊 OMG 這個芋頭的使用比例也太高了吧 中間夾一層看起來很可口的鮮奶油 然後下面的蛋糕體超薄一層 為了要搭配我的芋頭 特別買了北海道的牛乳 有蛋白質、有碳水化合物的午餐 我覺得它的芋頭完全是蒸柴實料的芋頭 芋頭的香氣很棒 重點是它的鮮奶油的搭配非常好 因為它的鮮奶油是那種 不會太甜、不會太膩的 是偏清爽的鮮奶油 芋頭的比例真的超高的 海綿蛋糕幾乎吃不到 它的海綿蛋糕好像也是用減糖的方式去製作 它這個芋頭盒子的size 大概是外面芋頭盒子的兩倍 吃起來特別爽快 嗯 吃順米汁在旁邊炒 這個你不能吃啦 吃媽媽的芋頭蛋糕 我怎麼不知不覺吃了快半喝 其實開始有點飽了 趁我在休息的時候 來回應一下網友的問題好了 明明有在控制飲食 為何體重都沒降 讓體重降下來 不外乎就是遵守熱量吃肢的概念 不論你是實施什麼168 斷食生蟲的飲食 減糖飲食 好了 全部都是要遵守熱量吃肢的概念 那為什麼體重沒有降下來呢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是 你耐心不足 就你控制飲食才三五天 然後你就覺得 我應該要降很多體重 結果都沒降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你低估自己的熱量攝取 譬如說 我以為我只有吃200大卡的芋頭蛋糕 但其實我吃了700大卡的芋頭蛋糕 或者是說你高估了自己的運動消耗 很多人會覺得說自己明明很賣力運動 是不是應該消耗超多卡路里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 那如果你一直有在遵守熱量吃肢的一個原理 然後持續有做到至少兩週三週 甚至一個月兩個月 我相信你的體重會慢慢的降下來 明明吃什麼隔天量體重近多了1到2公斤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生成1公斤的脂肪 你要吃進7700大卡的熱量 所以正常人一天可以吃7700大卡呢 怎麼可能 即便是像妹這樣子的大胃女生 可能一天吃個三四千大卡就夠了 那這一兩公斤的體重是哪來的 大部分是水分 或者是還沒有消化完的食物 例如說青菜好了 假設你吃了一公斤的青菜 但是因為青菜它大部分是纖維 它會隨著排便的時候排出你的體外 所以就是你可能排完便之後 你會發現你減輕了一公斤 所以啊 大家也不要換得換食 不要每天都量體重 然後為那一兩公斤而擔心 可是啊 如果你的體重幅度超過兩三公斤 那可能是你真的胖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留意你的飲食社區 你吃太多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像妹現在這個樣子就是一個吃太多的狀態對不對 那通常隔天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會喝大量的水 因為常常我們吃太多的時候 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 或者是比較重口味的食物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喝大量的水 可以去幫助我們排除一些鈉啊 或者是身體滯流的水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多運動 然後隔天或者是後天我可能都會減少飲食的社區 例如說如果我今天吃超過的TDE2000大卡 那我可能就會透過後面幾天 可能一天平均減少個300到500大卡 來平衡我這一天的大吃 所以啊如果你哪天發了風吃了超多食物 也不用太悲觀啦 就是多運動 稍微少吃一點點 你很快就可以回到健康的軌道 要對自己有信心啦 那接下來我就要再繼續吃我的芋頭蛋糕 目前已經吃超過一半 大家覺得我要把它吃完嗎 現在決定要一鼓作氣 我現在是一個呼吸困難的狀態 飽到無法呼吸 現在吃不下甜食 但是好像可以來一碗好吃的芋頭米粉 首先煮一小鍋水 水滾了之後加入豬肉片 汆燙至熟 芋頭貢丸以及芋頭塊 也分別加熱備用 接著我拿出沾母式的紅蔥豬油米線 它用的是山藥籽地瓜麵線 非常的好煮熟 大概一分鐘就熟了 接著加入剛剛的料 以及調味包 拌勻之後 最後倒入豬肉片 以及芋頭貢丸 豬肉與芋頭 滿滿紅蔥米線 加一點蔥花 這個也是沾母式的香辣粉 沒有在幫它業配 那我私底下本身就滿喜歡沾母式的 芋頭超多 芋頭超多 嗯 100分芋頭米粉 自己做芋頭就可以放超多 我覺得沾母式的調理的香味 真的是有它的一套 米粉是那種比較細的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可惜的是 我把它煮得有點爛 很甜 天天買個芋頭貢丸 嗯 你看芋頭欸 很扎實 接下來最後這個部分呢 會稍微比較心靈雞湯一點 請問妹心情不好的時候都怎麼做呢 我認為我是一個滿會隱藏自己情緒的人 多時候我心情不好或是很沮喪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太會分享在社群上面 甚至有時候我親近的家人跟朋友 也會不知道我原來是在一個滿低落的時期 那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可能是因為我從小時候的性格 就是我是一個很習慣自己處理 然後不喜歡麻煩別人 所以很多情緒我都是悶在自己心裡 然後直到一直不斷的被壓抑下來 我發現自己承受不了的時候 我才會宣洩 那我發現這對我長期而來非常的不健康 因為我有時候會沒有發現 也不想要面對自己其實生病了 或者是處於一個原來是那麼低落的狀態 可是我卻告訴自己要用正能量的心態去面對 所以我覺得當你正在一個比較低潮的時期的時候 也不用勉強告訴自己要樂觀起來 或者是打起精神 因為人都有高潮跟低谷 甚至我覺得有時候高潮跟低谷也不是由外界來衡量 就像其實我最近就不知道為什麼陷入一個原生中的低潮期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即便我到40萬訂閱也好 或者是事業都進行的蠻順利 我就常常開心不起來 然後會憂慮很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目前調適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透過運動 因為我覺得運動可以帶給我很多能量 然後讓我釋放多巴胺 也真的讓我產生一種快樂的感覺 然後再來 有時候我會閉關掉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就是展現大家最光鮮亮麗的一面 看到別人過得很好 你覺得自己沒有過得很好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低落的情緒 然後第三 去發現 原來不用陷入在一個小框框裡面 那要怎麼走出來呢 就是我會多閱讀啊 或者是帶我們家狗狗去散步 到很遼闊的公園的草地的時候 就覺得 哇 原來這個世界是多麼的快樂 不用讓自己一直陷入在 那走不出來的情緒裡面 最後的問題 妹在健身時期有想要放棄的時刻嗎 如何克服和調整 因為女性的肌肉真的很難練 會 我覺得有耶 就是 但是我發現我想要放棄的時候 都是來自於我太在意外界的聲音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運動 跟也還蠻滿意不同的階段的自己 但是會想要放棄的時候是 我覺得自己明明還不錯 可是別人卻說我不夠好 或者是去抨擊我的體態等等的 我會因為別人說的話 而覺得回心氣內想要放棄 對 但是其實回過頭來 你會發現 我自己就是那麼喜歡的熱愛運動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讓自己來放棄 所以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還是要回歸到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那其實別人的話語就不會影響你太多 然後我覺得練肌肉很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給肌肉不斷的新的刺激 我指的新的刺激不論是加重量也好 或者是嘗試一些新的動作組合 然後或者是你多去用一些高次數的方式 去增進大腦與肌肉的連結度等等的 就是要給肌肉一直 發生什麼事情很驚嚇的感覺 所以我每到新的時期 我可能不是只是一直去加重量 而是會一直去想說我要怎麼再去變換我的菜膽 或者是每個階段去設立一些體態的目標也好 或者是訓練上的目標 例如說我想要達成引體向上啊 或者是我想要透過居家的臀部鍛鍊 讓屁股更翹也好 就是讓自己有一個不斷前進的動力吧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有回答到你們的問題喔 結果晚上還是很需要一個甜點來收口 這是秦光的奶油車輪餅 把車輪餅打開之後 加入今天最後的一匙芋泥 芋泥奶油車輪餅漢堡完成 超級爆裂啊 爆裂芋泥車輪餅 看看這宣洩的芋泥 是直衝腦們的喜悅啊 裡面滿滿的卡士達奶油包覆著芋泥 每一口都充滿著幸福的滋味 令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直到最後兩口 芋泥跟卡士達還是快要滿出來啦 完美的結束吃貨妹的一天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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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